昨天2023第五届金基电影创投大会制作中项目单元终极录演在福建厦门举办 活动上入围的八个电影项目展示了目前的制作成果 薛小璐、古天乐、阿朗等评审团成员在现场观摩并进行了点评 2023金基电影创投大会制作中项目单元 共计征集74个项目 最终评审出了《爸爸是外星人》、《胆小的龙》、《24位》、《高原上的棒球场》等八个入围项目 自设立以来 制作中项目单元致力于引领扶持新锐电影创作者们实现破题与落地 今年最终入围作品中 唯一的记录电影《高原上的棒球场》 虽然受众市场相对小众 但却得到了包括薛小璐在内的一众评委的好评与支持 我非常非常期待这个电影能够在大领域线上 能够有机会的规访经历 很恭喜导演在八年前找大战这个人物 然后有上持续的精神拍了八年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值得的题材 非常非常好的例子 我虽然做发展出身的 我觉得纪录片很难 然后你们先吃了八年 又长了这么一个题材 可能我就超出其他人的那种感情 也有自己从事过这个 希望我们可以合作 另一部备受瞩目的粤语影片 24位则极具地域特色 评委阿郎指出了影片的细节问题 和后续宣发中可能面临的情况 这个片子它这种比较特色的是它的味道 味道一定和地域是有关系的 我觉得从创作上来讲 可能是我们要不断地强化地域性 这种时间感 可能在宣发的时候 可能要面对这种地域性和时间感 带来的一些障碍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